哈喽宝贝们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小来姐姐 夏天就要到了,怎么能缺少美味的冰淇淋呢? 今天我要来带大家去做一份甜甜的七彩冰淇淋 黑色卡纸,颜料,纸模,双面胶,勾线笔,画笔,彩色黏土,洗笔杯 第一步先在冰淇淋桶纸模上涂色 小朋友们这里不要把冰淇淋桶拿下来涂色 直接在纸模上给它涂色 这样我们不会把颜色弄到桌子上哦 等颜料干后用勾线笔,将冰淇淋桶上的线条勾勒出来 最早的蛋桶是由薄饼卷成锥状制作而成的 将纸模取下 在纸模边上贴上双面胶 按照虚线折叠纸模 这里折叠纸模是为了打造立体的效果 小朋友们,根据虚线折叠就好了 不用担心折不起 姿下胶带粘在卡纸上 先取1%白色黏土做底层冰淇淋 将其捏得薄一点粘在卡纸上 用手指随意涂抹 是不是很有冰淇淋融化的感觉了 小朋友们也可以多用一点粘土做的厚一点 取1%的各色黏土揉圆压扁黏在卡纸上 再用手指推开 每个球的大小可以根据小朋友自己喜欢的口味 来决定喜欢什么味道的就把它搓大一点 紫色是葡萄黄色是芒果 红色是草莓 再取一些白色黏土 做出上层融化的冰淇淋 小朋友们知道冰淇淋蛋筒是怎么发明的吗 在1904年 在圣路易斯的士博园区一位卷饼先生 正在卖一种名叫色雷比尔的中东甜品 另一位雪糕先生在一旁卖冰淇淋 起初他以普通的杯碟盛装出售冰淇淋 但到中午所有杯碟用光了 当他不知如何应付下午的生意时 卷饼先生将自己的薄饼卷成锥状递给他 雪糕先生就用这薄脆饼 卷着自己的冰淇淋叫麦 于是瑟莓比尔摇身就变成了冰淇淋桶 取一点白色和红色黏土 将其搓成长条 扭成麻花状粘在冰淇淋上 揉一些彩色小球 将其随意的粘在卡纸上 再搓一些小条粘在上面 这个创名冰淇淋就完成了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